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 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的形象 说是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就叫做大丈夫嘛 那么其实呢我们大丈夫呢也是会受委屈的哦 所以今天的这一讲呢要跟各位呢来说明一下呢 子鹿心目中的大丈夫以及呢孔子心目中呢认为丈夫大丈夫应该是怎样的哦 好这个例子呢是出自于呢孔子家瑜里面呢的一段对话哦 这个原文呢我们就不要跟大家足句说明了 我们把它说成是像说故事这样子哦 有一天呢这个子鹿去问孔子说啊 这个老师啊我听说呢这个丈夫啊大丈夫啊生活在世间呢 他如果富贵了呢不能做有益于这个世间的事情啊 那如果呢他处于贫贱的处境的话呢 却不能够暂时忍受委屈呢以求的未来的发展 那这样子的人呢就不足以达到人们所说的大丈夫的境界了 所以呢子鹿先对于呢他心目中当中理想的大丈夫啊 做了一个说明然后跑去跟孔子讲 孔子就回答他说啊 这个君子呢所要做的事情啊一般来说会期望自己呢 必定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嘛 那需要受委屈的时候呢就受委屈 需要伸展的时候呢就伸展 这个受委屈啊是因为自己呢有所期待 求的伸展呢要发挥自己的话那得抓住时机啊 所以说呢他虽然受了委屈也不失掉气节 志向呢实现呢也不会有害于意 子鹿呢在这里呢提问孔子呢作为一名大丈夫的节操 本来呢这是一段孔门当中呢很寻常的问答 那孔子呢在这里主张说呢君子的这个进退出处呢 都要守住自己的节操 以便呢去等待合适的时机到来哦 这个君子呢不论富贵啊贫贱啊都盼望呢能够对人对物呢有帮助 而且还能够守住自己的志气志向去等待时机 一旦呢能够得志的时候呢就要与大家共享 这个对比孟子里头的讨论呢孔子啊特别提出来说 曲节啊委曲的曲啊这个节操的节这个曲节呢是代时首位的弹性变通啊 并不损害于意哦 就是孔子认为说啊这个君子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呢 只要是符合意的符合道意的就可以趋则趋 可以升则升 这个曲节啊委曲自己啊其实是因为有所期待 那求生啊求得伸展 其实是讲求的是要及时抓住时机 但是呢这个孔子是有个前提的 孔子的前提是说受屈辱啊委曲而不损伤呢个人的节操 那么当你志向实现了通达了啊也不会呢做出有害于道义的事情 可见呢从子强调说处理这个曲跟身的时候要讲原则啊 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灵活的变通 但是子路不这样认为啊子路是说呢这个大丈夫呢居于世间 富贵通达呢如果不能够真正做出对社会呢 对世间呢有帮助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这种人呢根本就是一种无所作为 这种人是不值得评论的啊 但是呢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呢在面对穷困低谷的时候 又不能够委屈自己暂时降格 以谋求呢将来可能可以有的发展机会 那像这样子的这种人呢也是不值得评论的 所以意思呢这个子路是提出一种大丈夫的典型啊 就是我们一般生活里面说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嘛 但是子路呢特别强调说 就是在个人富贵力达的时候呢要懂得与人分享 做出一番呢真正有作为的事情啊 相反的呢如果你是遇到贫贱的处境呢 委屈自己啊等待时机呢也是应该的 那本来呢子路是向老师提问题嘛 那这段余路呢写的是一个问答的形态哦 可是我们不必把它理解成问答 就是师生之间呢在互相讨论一种呢 这个大丈夫的形态哦 大丈夫的思考 我想呢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哦 就是师生在交换意见聊天啦 面对这样的问题啊 孔子的回答是说呢 君子对自己的志向其实是很明白的 虽然君子呢会期许自己要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 但是其实并不一定会有施展的机会啊 所以当有遇到呢利益大众的机遇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就当人不让嘛 把握机会呢去实现自己的志愿 但是呢如果遇到人生的低谷呢 怀才不遇啊 也不要刻意要求自己呢一定要怎么样 就是说呢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啊 君子都能够随遇而安啊 又不妄自菲薄 这个随遇而安不是一个负面的意思啊 是说碰到那个处境呢该怎样就怎样 就是说当面对呢困顿低谷啊 这个君子呢也能够安然尽手 不败坏自己的节操以求得发展 当然你碰到有机遇可以实现报复了 那个君子呢也能够把握时机去施展才华 不做违背道义的事啊 虽然说啦 曲节是为了有待嘛 就是求生 求得伸展呢要及时啊 但是作为一名君子 更要求说 不论曲或者是生 都能够不伤害自己的节操 稳住道义的标准啊 这是孔子这样回答 表面看起来呢跟子路讲的差不多 但是呢这个孔子做了更细致的补充 就是说对丈夫的要求 还不只是说能屈能伸而已 是说在屈伸的不同的处境之下 更重要的是要稳住自己内心 所坚持的理想 各位你看这段语录啊 这个原文里面呢 子路的提问是说丈夫嘛 就是子路的问法呢 跟子路的语句里面是说 对丈夫的要求 这个丈夫是怎样 是要做出一番事业的啊 这个其实很合乎子路的个性啊 就是说我的志向呢 理想呢要实现啊 如果一旦实现了 我就很帅气很慷慨的跟大家分享嘛 那如果说呢 暂时没办法实现的话 那我也愿意呢 委屈自己呢 等待时机 盼望将来呢 有实现报复的机会 这当然很man啊 很有气魄嘛 那呢 你看这就是子路啊 所以我是要做一个大丈夫的啊 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 就气氛的对不对 可是呢 孔子呢 把子路的这个话呢 导向了君子的修为 孔子的回答是说啊 君子呢 是可以屈于则屈 可以生则生 就显得不那么勉强 这个孔子是说啊 对一名君子来说 他当然是希望自己的理想可以实现啊 所以屈啊 生啊 其实都是有个原因的嘛 当然啦 君子也是要能屈能伸啊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这个君子呢 他虽然也很努力的修身啊 很努力的掌养自己的各方的能力啊 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 他就是一直受屈嘛 就一直屈啊 没办法伸啊 那这样怎么办呢 孔子就说啊 这种屈呢 只要是不毁自己的节操 不损害自己道义的呢 那都不算屈啊 他就把这个屈呢 重新做了一个解释 因为子路呢 是把一个人的屈身啊 这个的标准呢 是放在外面的 就是富贵 贫贱嘛 得看说那个呢 他具体做了什么 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 委屈自己是为了以后 要做出一番大事业嘛 所以很重要的屈结啊 是为了求生 求得伸展 重点是求生啊 那如果那个人呢 始终没能施展报复呢 那子路的提问这边就没啦 对就没这一项 如果是一个长期的屈呢 诶 子路显然觉得 他也蛮乐观的 他觉得理论上不会这样嘛 所以他没想到这个 可是孔子的回答呢 就填补了子路的提问啊 孔子是觉得说呢 能求得伸 然后能求生 得伸 当然是很好嘛 这就是理想状态啊 但是如果不能呢 屈结能求生 那当然很好 这就是子路提问说的情况嘛 但是如果仍然没有办法求生 没办法施展才华 伸展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孔子就说 君子啊 更应该时时想着呢 要维持 要求个人内在的坚持 就是把屈 生的核心要求呢 收回来在自己的身上 一个人的屈 跟生啊 进退 虽然可以带来呢 外在事工表现上面的 名位啊 富贵 但更重要的是呢 我作为一名君子啊 我所持守的这个道德 结义啊 的标准 就是 原文里面说的 不悔于结 不犯于义啊 就是我保护 维持了我作为君子的人格啦 即使是对外界的世界来说啊 我是屈啊 但是我其实没有屈结 这有点像是孟子说的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善天下的意思 这个穷呢 其实我并不穷的 各位可以发现 这是孔子把屈生的这个外在标准呢 拉回到君子人格上头 其实是给子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他盼望子路呢 不要把人生的成就都放在外头 认为说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啊 这个才算是成功 因为人生很长啊 而且很复杂的啊 每个人都是盼望实现自己的理想啊 但世界就是变动的啊 这个时是什么意思呢 时就是时机啊 时局啊 时位啊 时间啊 这个时间还包含着空间啊 时空这种环境因素呢 其实毕竟不是我们个人可以控制的 所以即使没办法呢 达到原本这自己设定的目标 但是守住君子的节操 君子的操守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的生命呢 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他就是一名君子啊 所以啊 不论君子啊 或是大丈夫啊 重点不是他们不会受委屈 或是要不要受委屈 而是你如何看待委屈 委屈一时啊 有可能可以等待时机伸展报复 那就是像这个子路说的嘛 委屈其实是可以求生 对不对 有得伸展嘛 但是蛮多时候委屈也可能就是委屈了耶 所以吃亏占便宜 这是理想的状态对不对 可是吃亏有可能就是吃亏啦 就问题是你如何看待这个区的过程 面对区的这种生命处境该怎么办 蛮可惜的是呢 这一段呢 出自孔子嘉宇的对话 到这里就没了啊 我们其实后来不知道说子路呢 听懂了没有啊 就讲一讲这个区啊 后来呢 人生的遭遇改变的例子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月王勾建的故事嘛 这勾建就非常能忍啊 所以他被吴国击败 后来就放下身段 对吴王夫差啊 鞠躬哈腰 然后几乎是坐牛坐马 有求必应 对不对 那取得信任以后呢 回到家乡 他还把西施呢送给吴王 但是呢 这个勾建最后握心尝胆嘛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于是呢 推翻了吴国击杀夫才 这就是曲结的例子哦 其实讲这个古代的例子之外呢 我还蛮想分享一个 这个今年中啊 刚去世的这个 三花棉叶的董事长 施纯毅的故事啊 这个三花棉叶 我们大家比较认识他的 其实就是他卖袜子嘛 其实我想应该蛮多朋友都蛮熟的 可能你就是他们家产品的爱用者啊 我自己也用过蛮多这个三花的产品 像是卫生衣啊 袜子之类的 我都觉得还不错哦 虽然过去呢 我也看过一些关于三花的报道 知道说这个 施董事长呢 当年奋斗的历程 就说他14岁的时候啊 就骑着一个脚踏车 用150块当资本 沿着林森北路啊 中山北路 重庆北路 就是带着向人批发来的袜子 跟一些杂货呢 去卖袜子做生意嘛 其实他原本也想过说 可以卖其他的产品 后来他发现说 其实袜子最轻啊 因为骑脚踏车 载不了太重的东西啊 所以后来他就选那个袜子 做他创业的项目 然后一点一滴的累积资本 这个施董事长呢 到33岁的时候 当时他已经就做得不错了啊 又有一个小店面 而且也有代工厂啊 但是他认为说 如果没有自己的工厂跟生产线啊 又没有自己品牌的话 生意是不可能长长久久的 后来他就在那个新庄的思源路啊 买了个铁皮屋的厂房 就成立了台湾的三花棉叶 创立自由品牌就三花啦 那不过这个品牌梦呢 并没有像他原本想象当中顺遂 因为品质的问题啊 很快就反映在销售上面 这个三花呢 不仅烧光了他的创业基金 而且他们原本也还有其他的两位合伙人 就退出了啊 就让这个董事长意识到说 要打品牌啊 品质啊就一定要好 于是他就到日本取金 就向银行贷款呢 买来那个日本的最新设备 而且他更大胆在十多年以前呢 就领先市场 这个推出无痕基的棉袜 透过那个没有松紧带的构造设计专利呢 让长时间穿着呢 也不会产生那个袜口的勒痕 更加舒适啊 所以我们现在穿的那无痕袜 有没有 后来也就收到了那个市场的好评啊 我们现在去逛那个百货公司啊 有看到那个三花棉叶的那个柜 有没有 会觉得其实还蛮环保设计的 而且因为我是买贴身衣物嘛 就整个那个购买的空间啊 那个三花的这个柜位设计 会给人家一种蛮平静舒适的感觉 然后那个三花 各位注意看一下 它有还蛮多那个街边店的 就是他们有那个开设自营商店 那个叫做三花生活馆 就是他们就有意识的希望说 让三花的品牌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尤其是这个老董 我觉得他蛮妙的 他会自己上阵呢 当他们品牌代言人拍广告 所以各位你会在那个电视上面 看到他们的老板 一个老先生 出来自己当主角 那这里就让三花的品牌印象呢 让大家很生殖人心 那因为他从摊贩嘛 小批发商啊 中盘商 大盘商起家 所以从这个老董事长的身上 我觉得很可以看见老一辈创业家的自我坚持 我看报道说啊 这个老董事长啊 施董呢 创业50年了 除了每天试穿自己制造的袜子以外呢 还穿着袜子睡觉 而且他更坚持自己洗袜子 绝不假手他人 而且他经常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袜子呢 然后试穿几乎就是半年 然后经过半年呢 会觉得自己满意了 才会排定生产 换穿到这个我们消费者身上 然后所以在业界啊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老董呢 是三花最严格的品管员 那也因为他这样子50年来的打拼用心 就让这个施董呢 赢得台湾袜子大王的美名 这个其实在我们过去可能很难想见 卖袜子可以卖出一个品牌特色 然后大家也都几乎穿过用过 这其实蛮不简单的 我在做这一集节目的时候还发现 这个从制袜起家的三花棉叶呢 现在已经跨足衣着生产 这个我们知道吗 我有买过他们的卫生衣 更神奇的是他们还有餐饮业加油站 还有汽车代理 这种多角化的这个事业经营 然后为了这个因应这个AI时代来临嘛 他们也导入更多这个数位工具跟人工智能 希望说把他们的这个集团市经营 朝向更国际化的方向来发展 刚刚不是讲说那个老董 他们自己拍那个广告吗 那个广告台词说你们需要的三花都知道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想起来没有 我觉得这种老一辈的创业家 坚持自己对事业想法的理念 懂得带时守时用心观察 所有人们需要的小细节 其实还蛮值得学习的 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到 别人看不见的细微处嘛 所以他就替他自己的产品呢 找出别人看不到的利基价值 我觉得这实在很厉害 我们原本穿袜子啊 是为了保暖嘛 然后保暖是一种这个人体的需要 对不对 然后再半年就是配合穿搭 衣服这种美观的欲望 但是呢这个市场呢 还教育我们消费者说 袜子的功能呢 其实很多元 然后我们作为消费者啊 还真的享受到这种功能 所以后来你就越满越多 对不对 你家的袜子真的一抽屉满满的了吧 对不对 所以你还真的不得不佩服 这种老董啊 每天试穿袜子以后的体悟 你看打球会穿打球的 对不对 像我去跳韵律舞 对不对 会穿韵律舞款的袜子 其实这些都是商人们呢 后来呢 这个教育我们消费者呢 让我们多出来的一个需求 回到呢 子路呢 跟孔子的对谈这段话 仔细想一想呢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 也会有起起落落的时刻 然而呢 在起落的时刻 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志向跟操守呢 会不会因为怀才不遇就郁郁寡欢 会不会因为逆境困顿而丧失了自己的志向 当有所施展 当有所施展又会不会因为名利的得失而违背了道义呢 如果不能坚守道义 患得患失 那么其实就很容易给自己的人生呢 带来许多苦恼 但是呢 如果不能甘于平淡忍受挫折继续奋进 才华呢 也就没有办法呢 获得更好的发展 如果因此呢 上司的信心自甘堕落 那即使呢 机遇到来 也没办法呢 好好的把握 至于呢 积极追求名利啊 屈从降格 甚至于呢 做出违背良心呢 违法犯计的事 恐怕呢 也就把自己呢 陷在为难当中了 相反的呢 如果按照孔子所说的 能够自然的随顺环境 那么就算呢 处在困境当中 也比较不会呢 怨天尤人 纵使呢 一时之间呢 没有办法施展报复 也能够呢 安于本分 继续学习提升 等到机运来临呢 也会坚守道义 不作违背道德的事 如此呢 对当下的生活 自然也就能够 轻松愉快 也不会陷自身于不义了 我想呢 其实世界上 没有人会愿意受委屈的啦 举凡受委屈的人啊 都会有一个不得已的理由 那我想呢 孔子的话呢 提醒我们 面对屈 升的遭遇呢 不要把标准放在外面 而要回归自己的心智 节操 可以屈 可以升 也是有个时机啊 重点是说啊 你的曲节 也是一种累积 我不知道呢 你觉得现在的自己呢 是曲 还是身 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生活 是不是觉得很满意 不过呢 我想孔子嘉宇呢 把这则语录呢 定名为曲节节 就是提出呢 对曲节的完整的解释 应该也给现在的你呢 一些启示吧 好咯 回到今天的重点整理 第一个 子录认为呢 曲节求生 富贵义事 是大丈夫的理想 就是大丈夫呢 委屈自己啊 其实是为了求得呢 伸展自己的抱负 一旦有所伸展呢 就应该把自己获得的富贵啊 跟世界上的人事物呢 分享 这是一个非常有气魄的想法 这是史禄心目中的大丈夫 第二个 孔子主张呢 君子的屈身啊 应该要有弹性 重点呢 是要不失节意 所以呢 可以屈以可以生啊 那当呢 面对 没有办法呢 伸展抱负的时候呢 也要维持住呢 随顺环境呢 要安于本分 第三个呢 孔子认为说呢 生命进退啊 屈身呢 不全然是个人的因素啊 还有时的原因 这个时间的时呢 重点不是只是时间而已啊 还包括呢 空间 时位啊 还有时局啊 还有时事 我们说时事造英雄嘛 可孔子在这边谈的是君子啊 他觉得说 除了我们要要求我们自己不断修身以外呢 还要照顾到时的原因 所以进退屈身啊 的重点是要保持内心的安逝 最后呢 我想在这段语录里面啊 给我们最深刻感受的 就是孔子说的啊 可以屈则屈 可以生则生啊 这个可以呢 还是不可以呢 对孔子来说呢 我想啊 这个可以呢 才是最重要的智慧 我也用这句话呢 来跟各位朋友分享 可以屈则屈 可以生则生 掌握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生命的节奏啊 保持呢 内心的安逝呢 我想就是我们生命当中 最重要 一辈子值得追求的咯 好咯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